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Devi 我是这个Bless in the Moment的创办人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MoveMama 所以我就抱着一点好奇的心态 然后从某一个网站买的一些DIY包回来 然后我就自己DIY 然后成功了过后我就觉得 真的是太稀奇了 然后我就有分享去个人的那个时间线上 有很多的人都跑来问问你是怎么做的啊 我才发现原来这一个东西在马来西亚是非常的稀有的 自己突然好像有了这个使命感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必胜的收藏 慢慢的非常着迷 就是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我就开始告诉我自己说 不求要让这个母乳饰品 它在后期是一样可以保存非常完美的 母乳会养 这四个字呢 听起来是很短 但是其实它包含了 妈妈们配孩子无限的爱 而且我们这个饰品是可以永久保存的 除了可以帮妈妈们保留这些最美好 最重要 人生中最重要的回忆之外呢 像是一份宝宝们还小的时候就已经保存了一份母乳 将来送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知道 其实妈妈到底是怎么样 在你小时候哺乳过你 然后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希望他们一直可以这样子延续下去 一天最多可以制作三个订单 而一个订单呢 调配 然后到制作 然后到后期的打磨 处理之类的 种种的体育 大概需要三到四天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的 在制作的时候孩子会在一旁打扰 我自己本身也是买了很多很多的那些磨形啊 草料啊 家里的那个工作房弄到整个很像垃圾缸那样 曾经真的是想过要放弃 我告诉自己说既然一开始了就不要放弃 也希望可以帮所有母乳们保存这么美好的回忆 所以就一直秉持着这个理念做到的经验 其实呢我本身是主打服务 因为是全民手制作 所以这个是没有一百八千完美的 但是我都会承诺顾客 只要帮你们收到我们的母乳食品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维修的 我们都一定会接受 而且并给予解决的那个方案 那我们很帮你能够放在那下旁 感谢观看